大家好 我叫王伟廷 来自浙江金华 然后今年37岁 那您今天来到万万没想到 想让我们感受到 怎样的没想到呢 先卖个关子不急着说 先说说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通信工程毕业 毕业之后是做那个 网络防火墙这块 硬件防火墙 后面10年的时候 结婚了 然后想自己创业 然后在那个杭州开了一家 80后主题餐厅 干了餐饮 对对 比较怀旧的一个 12年的时候 我小孩出生了 然后我呢 准备想给他 亲手给他做个东西 然后就去逛一些木工论坛 想就手工类的东西嘛 婴儿床啊之类的东西嘛 是想通过做这种方式 也给自己的宝宝 做一个纪念是吧 是的 那后来怎么样 后来就去 后来没做 你看看 很多的父亲啊 在刚有孩子的时候啊 就都会这么想 哎呀我要给宝宝 留一个什么东西啊 后来想一想说 嗨宝宝也未必需要 就算了吧 但我后来 后来给他做了其他东西 什么呀 雕刻的东西 就是因为你是金华人嘛 火腿 金华有一项 如果跟雕刻有关的 就是东阳还是 就浙江的雕刻之乡 木雕之乡 对吧 金华最有名的是火腿 火腿雕 所以最后就看 它是雕火腿 还是雕木头 我刚开始呢 其实也是用木头雕刻为主 然后发短视频嘛 但是关注度都不大 后来真用火腿了是吗 腊肉有雕刻 饭店里雕花 拿胡萝卜 冬瓜 豆腐 那你雕下来这些 边角料能吃吧 能啊 我就一边雕 边家就是还招人嘛 你那要招人的话 我跟周围去吧 我们去 这边我们可以请客人吃 边角料我们俩可以吃啊 材料你自己可以 你的雕刻到底拿刀 还拿牙呀 看什么材料 所以有一些叫咬出来的是吗 拿牙我也会 拿牙那叫啃 到你那叫拱 不是 一个叫刨 牙也能雕 牙齿来雕是吗 牙齿来咬吗 这不靠谱 我能看一下 你的牙齿吗 段老师 我觉得我也挺想试试 你要去拿个金蛙火腿来 我也雕一下 对我想问问 你是用门牙还是用草牙 草牙雕 那叫嚼 那叫嚼 应该是门牙吧 这个我还没 自己还没去讲过 你看 很多观众都在点留言 说小叶的牙不好 牙有缝 牙是歪的 其实你知道 我也是一个隐藏的 用门牙雕刻的 历史家 你是雕刻那个 葵花子是吧 而且所有的成果 都进了他自己的肚子里 而且他那是 雕起来刻一个 雕起来刻一个 对 这个雕刻 刻葵花子 通常是葵花子 雕牙 对吧 很多人的牙上 有一个缝 对 有一个印 我想问一下 你从给孩子 要做一个木匠活 到给孩子雕刻 再到牙雕 你是怎么转变到口腔 用牙齿做工具 我现在做短视频 包括木雕 其实短视频上也很多 这种传统工艺 其实他们很多都已经看腻了 然后后来我就想 就一些稍微稀奇古怪的一些材料做创作 我雕过 现在雕过很多材料 然后口红 切笔 切笔芯 口红也用牙来 那是手的 好期待看一下 那好 接下来呢 把我们韦婷的这个成果 拿到台上 和大家一起来展示一下 我们看到的是韦婷 为我们带来的创作的这个工艺品了 主要一个我们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 这是浮雕吧 一个龙 而且口红真的很难雕的 那个口红是很软的 这可以上去看吗 我真的想看看 你是用什么工具雕的这个 对啊 我对口红特别好奇 就是你怎么做到的 一些小铁丝啊 然后雕刻刀啊这种 好精致啊 哇 这个玫瑰花好好看 玫瑰花好看 对吧 哇 太漂亮了 这个玫瑰花 这个长得很像你 董百哥 你的原型 能在那个口红上面做透雕吗 群姐 你关心的不对 你就应该说 那个选手 我想问问你 在薯条上有没有做过雕刻 我给你提供原料 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这个是那个面霸 这个是用那个方便面做的 啊 这个外壳也是方便面吗 这都是反正就是我刷了一层那个 饼器 我还可以打了个洞 让你们可以看清楚 真是万万没想到 来我们请哪位企业家到台上来看一下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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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啊 它这里面有一个孔 这个孔里面呢 就是方便面 通过胶水把它捏在一起 这个原材料是万万没想到 拿出来之后 跟方便面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要不要尝一口 能咬一口吗 陪我舔就可以 陶西花钱买下来现场 吃了 对 我舔一舔啊 哎呦好乱 那这个 六千万 你就都给付钱了啊 对呀 人家这以后还怎么出售出去 就能买了 这个我觉得至少五千 不许你们这么糟蹋艺术 你这个一般起价得几十万吧 一般得几十万吧 你给打个折 三十九万九 行不行 我们就潮汐就下去就给你刷卡 我刚舔一下值多少钱 再加点了 再加点三十万就再加 但是确实这个原材料 太熟悉了 很轻眼 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 你这是用铅笔的笔芯雕的 对对对 大家知道它雕的是什么吗 钢铁匣 钢铁匣 这么小的一个钢铁匣 太精致了 关键是刚才徐磊问你那问题 你说我可以用工具来雕 还可以用牙齿来雕 这个牙齿怎么来雕刻呢 我特别好奇 怎么区别雕跟啃 要不要先来看一下 好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王伟廷给我们来展示一下 因为当这个比较费时间 这个很费时间 所以我提前有雕过一个 那你拿一个苹果来 这个牙齿的牙齿的牙齿的牙齿 就像我一样的牙齿的牙齿的牙齿 超新的头到满 闷上那个烂苹果的 我觉得超新的头还不如这蓝苹果呢 没听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叫的是张国荣 张国荣 是有点 他这么一说 你大脑门啊 有点像 大脑门有点像 很像 在这个侧面的弧度 而且他那个张国荣的头发 是那种大背头 很像 你啃烂了多少个苹果 然后弄出张国荣的 算没算过 但是时间的话 可能一个人物的话 大概可能要 两三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半 为什么选择了苹果 你看还有很多 比如说香蕉啊 如果这个投影 捷影的话 我都用苹果 香蕉啊 还有火龙果 还有梨啊 那个是我就是 雕过那个 相当于立体的一个造型 但是那个效果 其实没有这个投影的好 他刚才做的那个投影 说实话还是挺震撼的 对 我好奇的是 你的制作过程是 雕完了以后 投出来看得像什么呢 还是说一边雕 一边投着 然后对比着雕啊 我要就是 拿个照片一边咬一边看 那不同是投着吗 那不用投 其实看得出来 他就是比着咬 对 但是你照的时候 可能就要对角度了 因为我这个看着 跟那个光 那我问一下 如果我们台上企业家 用苹果来做这种 侧面的剪影的话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简单的 我觉得可以 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吧 我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咬 然后就是 就怎么雕 今天要在现场 教我们的企业家们 每人送一个苹果吃是吗 就开始吃苹果环节 这国光啊真不错 他已经叼上了 我先叼一面 你叼的是谁 我想问一下 我告诉你 我叼的跟他叼的不一样 他指谁叼谁 我叼谁指谁 接下来我们就让维婷 来教我们牙叼 对啊 因为这苹果比较厚啊 那我们反正要叼 叼剪影啊 所以其实把它可以切 把它弄薄一点 吃掉一些吧 一半这也不用一半啊 那你这么说的话 周伟学过 周伟学过啊 我这有理无理 对 吃的时候 吃稍微吃平整一点啊 不然会影响你中边的发挥 您这个创作好 就最后啊 出不出得来啊 两说 这补充维生素 你知道吗 哇塞 听起来特香 是不是有食欲啊 我煮食这么多年 这一回边煮食边吃 我感觉到特别幸福 那差不多 吃成再稍微 就这个蜜 稍微薄了一点 我吃超了怎么办 这是吃出了一张脸吗 那又放一个苹果吧 可以可以 然后就我们就开始了啊 我们所有雕刻都一样的 就是把最高的位置 先留出来 那我们雕这个剪影 这里就是 把鼻子留出来嘛 然后把其他上面的位置 先咬下去 慢慢地咬下去 那这个就要比较慢 细一点 这就比较细活了 就不要咬得太多 你看人家啊 我观察啊 围挺这个 咬啊 放作 人家要放作 咱们是吃啊 人家要拿这样 他很小很小 一口袋咬 跟我这种 就完全不一样 你那眼瞧了 我们这是抽象派艺术 我觉得我已经雕出了个人脸的样子 谁呀 潮汐呀 你像你的西哥 我再雕丑一点 没有没有 大卫老师 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作品 这个是潮汐对吧 这个对 潮汐 潮汐一个很快乐的样子 仔细看一下 看他这个嘴部 我连他那牙缝都给你刻出来了 那是你的牙缝 刘老师 这对我们来讲 太容易了 我们可以录两天 不断地给我们雕不同东西 一会儿把火腿上来 我现在就在等 那个什么时候雕火腿 凯元的那个苹果也吃完了 我看小叶儿跟朱涛到底是这个学艺术出身的 在滋滋以求的这个啃着这个苹果 不是 他们俩特别像什么 两位都是母亲你知道吗 就给孩子 啃那个苹果皮啊 作为母亲都这样刨 特别特别香 而且刨得还特别好 应该都有生活经验 完了我发现 任东百合 段东嘛 他们俩是属于什么呢 你看啊周伟 他们俩是属于什么 我们俩唱作啊 哎呦 毁了 一会儿 追脚 追脚重来啊 再换一个字 最后吃一个荒苹果 我们这个就有点面少了割水 水 水多了割面 我看到一个策略 看一下吧 你们好了吗 来来来 我好好奇 他现在叼的是水 这 这个肯定是女生 啊 美女 哇 我起码看到下巴了 哎 看看像不像朱家音 像 哎 还别说 就是那双下巴 应该特别像我 就让他照的 你就让他照的 哇 我们给维婷姐掌声吧 好吧 谢谢 你真会说呀 学校 好神奇 万万没想到 我也想把我这 拿过去玩玩呀 有请我们的艺术生们 来来来 小叶和猪涛 想让位到台上来啊 你自己觉得哪个角度好 你就把哪个角度造 哇 这个是个皮诺丑 哎 有点像女巫 哎 这个长长的鼻子 这个根物 这个角度好 这是鼻子 下巴 这是嘴巴 对对对 这是下巴 啊 这是脑门 等一下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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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动啊 这个形象就是无极里白 陈红的那个造型 因为我鼻子很短嘛 就是我就很羡慕 人家高鼻梁的 哦 所以我就特别羡慕 猪涛的鼻子 我就想想想 想叼一个 猪涛的鼻子那样的 猪 来猪涛 你自己找一下 光的这个角度 哈哈哈哈 北京猿人 哈哈哈哈 不是 我叼的是一头猪 小猪猪 你是按照一头猪来设计 对 叼的猪 啊 还是能看出来 这个 是吧 其实是只狗 很多都有 看出来了 这个牙雕艺术家 都是这样 就雕成什么样 我就是照什么样雕的 不是真的 就我 我的那个就是 当时我雕就是想着想 雕成猪涛那个鼻子那样 就特别挺 特别那样子 我雕的是你 小猪 哈哈哈哈 不过我觉得 真的契合了 我们这个主题的名称 万万 没想到 大家 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可能也没曾想到过 利用我们经常吃的一些食物 也能够通过我们的牙齿 来创作出这么好玩的雕刻品 接下来呢 维挺将会利用我们面前的这些食材 为大家创作一幅画作 这有苹果 西兰花 玉米 还有半块萝卜 好期待啊 他最后到底能创作出一幅什么样的画作给大家 创造出一盘菜 这胃口不好 还没法创作了 玉米 有没有人帮我来一起吃一下 你是松鼠AI的 多开胸子 这一行松鼠门是最擅长的 来吧 周围 我就好饿 潮汐 来来来 你们得把周总看住了 别一会儿这根玉米没了 就是啃光它是吗 原则 就要一个棒 周围味怎么样 可以 甜玉米 就可能像这样 你看这是艺术家啃完的 请你鉴赏一下 叫鉴赏 我自己看着吧 我都觉得 好有美感 大家看一下我和曹西啃的 来来来 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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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更像艺术品 周围啃的好 周围啃的好 真的 你看我这个牙缺湿 你知道吗 你有很多没啃到的 还有我特别好奇 他最后会呈现出什么样 你们看他啃的这玉米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应该像是什么 应该像是草原或者草地 应该是一个庄园的感觉 我觉得 这个是羊对吗 像 好像是大象 哇 非洲大草原上的爱情 哎 刘爽 还真看对了 那当然了 作为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啊 其实不需要看剪影 就知道是什么 看食材就知道是什么 周围 咱们啃的玉米是人家屁股后面下的草地 被啃屁股就可以了 关键是那个大象啊 你仔细看他还有象牙 好感觉呢 这个是万万没想到 西阳西下 潮汐和他的太太 有一首歌 歌词是这样写的 你会不会去到 你曾说的那个地方 你会不会为你爱的人 而卸下伪装 伴随着两只大象 潮汐的太太 轻轻地把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望着西阳 他们想起了曾经过往的 每一点每一滴 这个时候 潮汐的妻子缓缓地开口说 咱俩今天怎么回家 提着大象 看一下哪个是潮汐 就是那个红红的大屁股 潮汐是男生 男生 这个相对苗条一些的是女士 然后用这个西兰花 来做了这个大树的侧影 是吧 您看到了吗 万万没想到 苹果 萝卜 西兰花 玉米 构成了这幅唯美的画景 再次把热烈的掌声 送给王维庭 谢谢 也希望今后你在 牙雕的道路上 能够越啃越好 越啃越棒 谢谢来到非你莫属 谢谢 谢谢